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是要首先感谢各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也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一个教学的视频 他说哎呀你这个打得非常好 说这个身上有不同犬种的病 这个犬走的犬甲走的非常顺畅 可见这位朋友他确实是说实话他真是内行 是内行 因为我原来学过俄雷拳 太极拳 巴极拳 涉猎到很多内容 他身上有这个东西 好那么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认可和鼓励 谢谢谢谢啊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个就是昨天的视频呢 聊的是关于这个董静 董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提到这个静呢 这个我就想到了 有朋友原来问过 就是不是这两个人 就是说他说我经常在打拳的时候 我忘记是谁了 他说呢就是经常打拳的时候 我们打太极拳要连连不断 要静也不能断 可是呢 说我打太极拳怎么才能够不断静呢 其实呢 这个问题啊 其实在这个 民歌聊太极里面也是列过这样的内容 但是呢 这样的内容就是 很多是掺杂到每一个视频里 那么今天我们其中来讲一讲 从学态以前我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把架子学熟了 学熟了以后 架子学熟了 学熟了以后呢 你练了 不要用力 不要用力 架子拦展一点 大一点 为了使你稳劲呢 你开始的时候呢 你打完这个你停一停 停一停 呼吸都歇过来 不叫他那种 这是开始的 但是当你打了半时间 你就要要求 卖动猪猫 运进 运进 运出尸 这个太极拳的运位要打出来了 那你就不能断静了 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静 是始终在里面 你看我停了 停了 停了 但是你看是停 未停 你看它好像是停了 但是呢 它又好像没有停 这种不断静的 连续的这种东西 这是一种味道 一种全味 全意 你叫它全意 叫它全的味道 全的意思 怎么 就全味 全意 或者叫它这个韵味 或者叫韵律 这个都无关紧要 就是这种东西啊 它是怎么来表现出来的 你看这个人打拳 好像没有 信都是连续的 其实呢 和内动有关系 就是你只是外动 我们打拳的时候 你只是外动 比如我外边手脚 我就是手脚 停了 就停了 因为你没有内动 看上去就显得没有连续性 这是内在的东西 那么说内在的东西啊 看不见老子 这个口传心瘦 明天的口传心瘦 它没办法教 那么呢 今天呢 我跟大家 说一个小的方法 就是明德练这个50多年太极拳 我的一点体会 要是打出韵味 使它的静连续不断 要想连续不断的这个动作出来 你首先 内动 要到内动 那么有的朋友 他不知道内动是什么 体会到内动 内动怎么内动呢 不知道 那么 明哥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 不能谈不上教 哈哈 明哥口误了 谈不上是教 只能说交流嘛 就是把我们一点体会都来说 内动 比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内动一点体会都可以 你可以睡在床上 睡在背窝里 你想翻身的时候 你稍微把你的翻身的速度放到最慢 放到最慢以后 Hello Morning 那么把你的身体就是翻身的速度放到最慢 你最慢的翻身的速度的时候 当我们翻身的时候 我们速度到最慢 比如说我想翻个身 到最慢 你脑子里想着 你的身体是脊椎什么地方先动 是胸椎先动 还是尾椎先动 还是肩先动 你就会体会到 你首先动的 是你整个身体的内部的 脊椎的 腹部 胸部 在动 你想往哪里翻身 你想怎么动 你的身体会自动的组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 你慢一点 想一想哪个地方的动 这是第一个 找到内动的感觉 第二 那么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呢 使这种内动表现出来 使你的拳打起来看上去 连绵不断 那么要有连绵不断的感觉 首先你找到这个内动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现在不慌打拳 再练一个东西 练一个什么东西呢 练一个慢动 这个慢动作在明哥聊天以前的视频里面 明哥说过 就是我们电影里面说 这个人中枪了以后 或者是久别重逢的时候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跑步 跑步的时候 或者是这种 这个电影上的慢动作 电影上的这种慢动作 你可以练 练的时候呢 你去体会你的内动 你要慢动 你要慢的时候 先动的是哪里呢 先动的是腰 先动的是胸 再带动了手动 我身体的跨动了 带动了腿动 könnte能脱动 體会这个内动 那么这个慢动作 练练练练 练练练练练练练绝练练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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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你打给别人看,别人说你是分文一样的 那么我们是说,我们打拳的时候使这个拳打得连连不断 把这个慢动作观测进去 慢动作,慢动作 你看我们慢动作,我打的不是标准的拳 我是强调这个慢动作 慢动作,慢动作 那么把这个慢动作的轻省齐齐 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内动的东西放到这个悬饰 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夸大,你不夸大你体会不到 你夸大以后练一段时间 然后呢,你就回到你标准的拳式 回到我标准,我是尖那么高 我标准的拳式 我把这个慢动作放在里面 把慢动作放在里面,先动身上 像睡觉翻身慢动作那个东西一样的 和睡觉翻身的时候,先动哪里,先动哪里都是一样的 和我们学慢动作,学慢动作的时候 我们学这个慢动作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冠成了拳,拳要打标准 这样你这一步拳打的就连绵,看上去就连绵了 好,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说出血泰鸡 还是出血泰鸡的东西 或者说想表演的人 其实我对这个不是太有兴趣 也许是我那个阶段过程 因为什么呢,我在将近二十岁之前 可能对这个还很有兴趣 因为要打得漂亮了 到哪里,老师带着你到哪里去玩 那个时候还没有 没有现在什么到处太极拳比赛 什么太极拳表演的时候是没有的 连收音机都没有,哪有什么表演工表演的 他就是老师他带着你 就是到朋友家里去玩 你练一个我们大家看看 所以大家就两三个人 那练拳都偷着练吗 那不准练拳 那么这时候呢 那时候很感兴趣 两三个人你也感觉到 在什么诗书 什么这些长辈面前 你也想练好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连绵不断打得好看 现在我对这个东西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一是养生,一是销炼身体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游户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放到实践了 把今天的东西看了 不是松雪太一天 其实你多年太一天 你也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实践一下 实践一下后 你找到身体内容 然后你时间长了 你这个慢动肉时间长了 哎呀 然后你才知道身体 所有的骨骼松下来的 那个舒服的状态 那个就是那个 那舒服 就是我们说这个太极拳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一个博大精神 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有的 像我原来 我今天早晨的 就是猛然间翻到一个原来的一个留言 不知道你这个太极拳能不能打MMA 哎呀 我没有回它 我也不太 我没有回 我刚才随便翻到这个留言 我现在聊到这个地方 我顺便说一句 你练太极拳 不是要去打MMA 不是要去打那个东西 有的人啊 非要把太极拳 往那个MMA综合格动上去联系 你不要去联系 跟你没关系 世界太大 这个地球太大了 你一个小人啊 你一个小人 你自己非常渺小 就像一个小草 就像一片树叶一样 你看这秋天了 这冬天了 这树叶一黄 这个草一黄 就没有了 这个人也是一样 你是一个小草 你不知道 非要是 每个人都是一个参天大树 那世界上没有地方的都是树 确实 你是一个小草 那么我们这个人啊 不要老是把你的鼓标定得很大 你就按我这个慢动作表演表演 或者是你练一练 你找到这种感觉 好 凡是愿意实践 按照我今天讲的慢动作和睡觉这个 你练几天以后 然后你坚持练 坚持这个动作慢动作练大拳 你的拳一下的背道全变了 提高无数个层次 无数个层次 我说提高一个层次两个层次那都是假的 你真是提高很多很多层次 你写的 那他一拳打的就跟一样 对了 好 这是一个小翘子 就是 其实是一个翘子 但是呢 它确实是一个功夫 你练藏了这个慢动作 它对身上谷歌 确实有点 松 非常有好处 好 今天呢 视频聊的时间有点长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会 以上 也有点时间 有点时间 有点时间 不过 有点时间 你 好